身着一套深色西装外套,顶着略带潦草的经典发型,刚已出场便引得满堂的欢呼和掌声。日前,中国当代作家于华现成香港书展,与上万名到现场的观众进行了一场主题为《文学自由谈》的分享会。 三个多小时的分享会中,于华分享了《活着》、《兄弟》、《文成》等多部热门作品的创作历程,与读者畅谈包括小说的语言风格、角色、情节设置考虑等种种细节。 作为当下华语文学圈最畅销的严肃文学小说之一,由于华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活着》自首次在收获杂志上发表执行的30多年,打动无数读者。 这部作品的成功,除故事情节令人震撼外,也得益于其朴实乌华的语言风格。 华创作的语言是最朴实的,为什么它要朴实呢? 就比于那个月光下的那个道路,我偷换概念,就用一种偷换概念方式,就说它像是一条那种河流一样,泛着苍白的光芒,滋如锤这样的。 但这个比喻,类似这样的比喻,用在一个刚刚失去自己儿子的一个父亲的那个心,而又把儿子刚刚埋下来以后,这个比喻是不负责任的,是不恰当的。 然后一直寻找异象,后来找到了一个盐的异象,因为盐是白色的,而且盐对一个农民来说,它肯定是很熟悉的。 另外,盐和伤口的关系,大家也是知道的。 所以当福贵把儿子埋了以后,他在看那条儿子每天都要往学校,就是县城跑的那条小路的时候,我觉得一定要写一个。 所以最后就是洒满了盐,就是月光照着那条通往城里的小路,洒满了盐,月光照下来像是洒满了盐一样的这种感觉。 然后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准确的一个比喻。 于华是一位善于描写苦难的作家,苦难经他之比渲染更显真实而鲜活,悲怅又无奈。 在他看来,困难中是蕴含着幸福的,正如活着中的福贵在历经苦难和死亡后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, 对生命愈发尊重与珍惜,隐忍顽强地活着,最终实现了对苦难的超越。 但回归到现实生活,于华并不鼓励人们为了追求成功去经历苦难,当下社会中不少励志鸡汤与他而言并不真实。 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,其实它里面是有幸福的,但是能避开就避开,不要为了追求所谓的成功去经历苦难。 太多的人经历了苦难以后依然没有成功,现在这个世界最多就是鸡汤,但又喝不着,是假的。 在不少读者心目中,于华说话幽默风趣,金句评出,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段子手。 他曾参与的讲座,接受的采访,经网友的二次剪辑,在网络和社交平台频频出圈,广为传播。 这也让于华多了一个网红身份,更被年轻读者关于文化圈顶流的名号。 对于时不时在网络走红的各类头线倪称,于华照单全收,他感慨时下新媒体的发达, 依乐见文化通过多元途径受到人们的喜爱。 我这两年确实感受到,就是怎么上街被认出来了,以前认不出来的呢,就视频太多了。 现在我儿子已经不愿意跟我一块出去吃饭了,这是我比较苦恼的一点。 在90年代,只要你一两年不接受采访,你就在媒体上消失了。 现在因为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,一个视频的时代,你哪怕两三年不再出现,旧的视频他们会不断地翻新。 后来我的学生给我发过来,说那个还有余华厂牌呢,就我那个说唱歌手了,做得还挺好的,你别说。 后来小红书上把我跟一个条狗在一起,聊条小狗。 假如我要是不在那个北四大当老师的话,我都不知道,我的那些学生们啊,天天看这个,然后都发给我。 我觉得很好,我觉得很可爱,所以我现在发型变了,看他们怎么办。 在读者问答环节,余华对提问来者不去,侃侃而谈。 当谈及对近年被广泛关注的人工智能的看法时,余华表示, 对自身命运的不可知,是人类无法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希望。 我绝对不会那个用那个AR去创作,要不,我,我想它会把我带向黑暗的。 AR可能能够表现出我们已知的所有的,但是它无法表现出我们未知的。 是人的看法,不是命运的看法。 就是一个人的命运会怎么样,AR是无法来那个决定你的。 那么那个GPG根本不知道你是那个,你是那个,你的命运,你下一步会怎么样。 所以我们唯一能够,还能够保留我们自己的就是,我们对自己命运的不可知。 这是AR不知道的。 所以我们就还觉得我们还有希望。 在40载的文学生涯中,余华多次被推上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。 当被问及是否对获奖有所期待时,余华直言,自己能做的是把作品写好,得到读者认可。 至于自己不能把握的事情,便不会再考虑。 余华老师好,您对诺贝尔文学奖有过期盼吗?谢谢。 因为我写作已经有写了40年了,我自己已经心里很清楚了,就是什么清楚呢? 就是,当我不能把握的事情,想都不要去想。 就是,如何写好一部小说,如何把它写得更好,这是我所能够把握的。 当这本书出版以后,能否受到读者的喜爱,能否获奖,这根本是我做不到的。 我也不可能为了获奖给某一个评委打电话吧,况且我也不会说外国话。